今天许多IC设计类股再度大涨 新唐再创新高 相反的航运股今天持续破底 手上有航运股的 你赶快来找我 只有我可以帮你 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古海大丈夫陈建成 今天没有我们美丽的主持人甜心小姐 因为今天我要去中午又要去录古海洋帆的节目 在礼拜天播出 所以今天我自己做我们这个盘后的节目 那现在在盘中 我想今天的走势 有没有人觉得我陈建成 在7月初我就跟你斩钉截铁告诉你 航运股的风暴 钢铁的风暴要昨日重现 5月初的修正 我们现在看一下盘中的航运股 请你看一下 今天有没有长龙的利多 报纸的利多有没有很大 有 说长龙的获利 长龙的毛利是全球航运业之冠 结果你看今天的航运股 在我们要播的这时候 11点钟已经跌到最深得到6%了 最深得到6% 再来带你看法人筹码 投信持续卖 晋商这几天连着大卖 外资呢在昨天有没有继续卖 是不是我前面是不是教各位算筹码 7月9号卖了12万张 12号到15号是三天买回来 接着怎么样 16拉上来拉高之后又继续开始到货 16号在哪里 就在这里 有没有 拉高开始到货 我在这一天的节目 我在这两天我都提醒你 拉高这一波是给你跑 拉高这一波是给你跑 你跑了没有 你没跑果然连到四天货 有没有看到 外资连到四天 连到四天 好 那航运股破底没 破底了 7月14号拉回的低点还要低了 有没有 回过头来看 请看一下杨明 有没有快跌停了 快跌停了 有没有破底 破前低了 看到没 长龙 有没有快跌停了 再来看 破前低没有 破前低了 这个都是我在这段时间我就告诉你 弹上来你要走人 你有没有看到 弹上来你要走人 弹上来你要走人 还没有下一次机会 他现在已经开始在走什么 走下降轨道了 你有没有看到 已经开始在走下降轨道了 所以上来下来 目标价在哪 你想知道吗 杨明 一样啊 请看一下 你们不是都在学画线 我现在就画给你们看 下降轨道 你有没有看到 下降轨道 在航运股还没崩的时候 在这边的时候 我就已经提醒你了 我天天提醒你 我天天提醒你 那你听进去了没有 如果你现在手上有一堆航运股的 我告诉你 我今天的节目你要认真看下去 为什么 因为做股票没有不套牢的 我再跟你讲一遍 做股票没有人不套牢的 我股块大丈夫陈建成 我在股市二十多年三十多年 我没套牢吗 有 做股票没有不套的 重点是当套的时候 你要去想你下一步要怎么做 你要不要套一辈子 你要不要套五年十年 还是你要选择华丽转生 你要选择华丽转生 我的节目你不要转台 我告诉你 很多在这段时间 当我在月初告诉你航运股不好的时候 不要去买的时候 很多人看的时候看不下去 因为手上有韩骨 听了我讲之后就转台 你转台你就是跟你自己过不去 当初那些不想听我讲中言 我的中言逆耳听不下去的人 现在不是一个一个回来找我了 我就告诉你说 我是一个非常有诚意 很诚恳 很真诚 也可以说是职常职的分析师 在七月初一堆分析师在跟你喊航运的时候 众人皆坠我独行 有没有 众人皆坠我独行 我说你可能听我这样讲你不高兴 但是我还是要把话讲完 所以那时候你觉得我根本就是在 不知道这个分析师到底转台不准 然后你不想听的你就转台的 你就觉得明明这么热 那结果咧 现在你走得掉吗 还走得掉喔 因为为什么 现在是什么 没有跌停嘛 但是很明显就是怎么样 有分析师到现在还不认错 还一直叫你凹 还是持续叫你凹 有没有 我再回过头再跟你讲 我就一直跟你讲 我就用几年前的国具再告诉你 三年前的国具 你看到没有 三年前的国具这样上去 国具不是很好吗 在这边涨的过程当中 每个月营收创新高 获利创新高 那一年他赚100块 那一年他赚100块了 结果咧 大江东去浪淘 淘淘多少英雄人物 淘淘多少英雄人物 你看到没 你要乱接吗 有分析师在这边一路坐上去 大赚 会员也跟着赚 下来呢 一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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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怎么样 人生曾经因为被动元件 而风光亮丽 最后人生也因为怎么样 被动元件 上吊自杀 我跟你们讲 做股票不要做融资 好吗 好 话讲到这边 我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已经不再跟你讲航运了 我已经用了快一个月的时间 提醒你 航运 小心他昙花一现 你说老师他以后有没有机会反弹 也许有 但是你要去看看 我当初我就是这样跟你讲的 我说成交量这么大 之前的成交量只有这么一点 上去成交量这么大 上去都是什么 套牢卖押 上去都是套牢卖押 跟我刚给你讲的被动元件 是一样的意思 摊上去一堆人等着逃难 所以你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去做差价吗 你还要在这种地方去做当冲吗 你还要在这种地方去做差价吗 股票很多 人生真的不要纠结航运股 好不好 来 下一段节目当中呢 我要跟各位讲 如果你真的套牢了 你要怎么办 我在这边我要教你 如果你真的很多股票套牢了 你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 我一直跟你讲 如果你当初是重压 现在航运股还不是归零的时候 你只是套而已 好吗 只要你不要一直硬凹下去 我常讲一句话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青山依旧在几度细阳红 下一段节目我会跟各位讲 我会跟各位讲 当你面对股票套牢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可以华力转升 你不知道怎么华力转升很简单 你不知道怎么华力转升很简单 我们下面不是有QR Code吗 我们有LINE AT 小老鼠 HIH888 HIH888 你赶快加进来 你跟着我华力转升 你看我们今天的很多股票 不是都非常标吗 这两天我跟你讲的 这段时间我们持续跟你讲的 新唐不是还在涨 这就是这样 你要看对趋势 你看对趋势 人家是这样一直往上攻 然后你的航运股就是要往下走 这叫什么 往上往下 人家跟你黄金交叉 你跟人家怎么样 往下死亡交叉 这个图昨天就给你看过了 有没有 我昨天还告诉你得MCU得天下 有没有 另外今天还有一个族群非常标的 就是什么 强茂 涨停没 看到没 昨天投信还大买一千多张 你看这段时间的强茂 从六月以来不是到现在整个走大多头吗 七月以来还持续标 我们在前几天不是放了一张 一支圣诞欧巴我在介绍强茂的影片给你看 有没有 你看到没 趋势嘛 趋势早就已经不对在扭转了 那你还要再持续坚持下去吗 你要坚持下去吗 你要凹单吗 还要很多分析师还叫你这样持续怎么样 往下加码摊平 有没有 是不是 来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礼拜一的美股大跌 很多人就吓到了 昨天又因为航运股我们的指数又在杀 有没有 你又吓到了 我说航运股 再跌 你手上没有航运股 你在紧张什么 你如果手上电子股 你跟人家航运股你在杀什么 你在怕什么 因为现在航运股的权重比较重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今天航运股在跌 类股指数怎么样 电子勒 看到没有 再回过头来看 电子的成交比重 校正回归没有 48%了 有没有 你看我节目一段时间了 你就知道我在这一个部分 整个类股轮动 人气我取 今天的电子 连什么 连台积电都在飙了 592 来 法说的利空 法说完利空两天就结束了 你看到没 这不就是我讲的吗 真刀非真刀 假剑非假剑 利多非利多 利空非利空吗 有没有 那这礼拜的航运股 超级航运舟 超级航运舟 利多非利多 我的心法 真刀非真刀 假剑非假剑 利多非利多 利空非利空 你知道连幼稚园小孩都会背 你知道吗 你把我这个心法练熟了 你会被这个超级航运舟给骗了吗 这么热 这么盛况 结果是什么 外资给你到货的时候 大股东给你到货的时候 台积电利空出来两天 怎么就结束了 开始连着两天反弹上来了 那你有台积电去砍到低点的人吗 ok 好 所以呢 等一下我们节目休息一段时间 中间休息的时候 如果你有航运股的 你赶快 我旁边QR Code 小老鼠 HIH888 你要跟着我华力转身的 你赶快进来 谢谢各位 欢迎加入永城国际头骨 陈建成分析师 骨海涛金的行列 昨天跟各位说 得MCU得天下 得二极体 也是几乎要得天下 来 最近的MCU跟二极体 像昨天涨MCU 有没有 今天的这个强帽台办也大涨 昨天MCU今天换二极体 我这边要跟各位讲一下 来 昨天我不是告诉你吗 得MCU得天下 我带你看的新唐创为灵阳训捷 我特别跟你提醒一下说 迅捷在跟这三档比起来 稍微是怎样 它的基本面是迅多了 所以 不是每一档低价股 你都要去买 我在那边就直接给你打个X 好吗 来 我来跟你讲下一档 隐藏版的MCU 悄悄浮出 OK 来 请你看一下 我们昨天呢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我说你赶快订阅 下面这边 来这边 IH888小鹿或者是TG赶快加进来 为什么 我昨天 陈辰现在在聚亨网 我有固定排班发表文章 我昨天呢 在这边发表了之后 我说什么 MCU族群天天涨 但是这一档隐藏版的MCU个股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既创为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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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样 既创为之后 现在创为就有很多头顾老师 又说他手上有创为 对不对 我相信这一波创为是我 全中华民国分析师 我第一个跟你讲创为的 我还说什么 创新 对 创新高 后面还什么 唯唐试问 有没有 所以那个标就是创新高 对不对 然后唯唐试问 创为跟新唐 最近大家分析师都进来跟班了 跟创为了 来 这一档隐藏版 你看 我在节目我不跟你公布 你喜欢在Google是说文章的 麻烦你去看一下 你去把这篇文章找出来 你去把这篇文章找出来 MCU族群天天涨 但是这档隐藏版MCU个股 你知道吗 你找出来答案就在里面了 我又是全中华民国投顾第一个分析师在讲这档股票的 如果你昨天就知道去买这档股票 你的报酬率有10%了 来 我讲了很多 文章里面有讲很多 你去对照 这就是我陈彦成大丈夫的文章 我讲了各种MCU 跟我们在MCU的唯控器里面 讲了一个介绍 看到没 来 这一个是今天那一档隐藏版的表现 看到没 如果一档创围呢 它可以从我们70块开始进场 到今天的创围 70块开始 这边进场 到这边涨50块 的话报酬率多少 70% 那我刚刚讲的那一档 这一档 这两天才开始发动 这两天才开始发动 我相信我又是全中华民国投顾分析师 第一个在讲这档股票的 可以的话你就去找一下我这篇文章 如果你有订阅我LINE的 我LINE在那边嘛 还有TG的 我没有贴出来给大家看 你大概就知道是哪一档了 好吗 你如果有在追踪我 我一直告诉你看我节目 我说之前有一个阿民啊 有没有 一档新唐 看我节目 跟着买80到128下车 我的骨海大丈夫的订阅数 从三个多月前一千多人到现在已经一万五了 快一万六了 每天我的订阅数据在往上增加 我在骨海江湖 在骨海江湖里面的地位已经越来越高了 你还要跟我错过吗 光这一次的航运股我跟你讲的这么准 月初我在讲一堆没有人要相信 都要去听那一个 整天在跟你讲航运 然后手上一堆航运股的分析师 你不用 就手上有什么股票 你都只想听好话 听他告诉你他会涨 他会涨 他会涨 然后你就一直抱一直抱 那结果咧 听真话分析师你不想听 那你干嘛要跟自己的钱过不去呢 自己的面子有这么重要吗 你宁可为了自己的面子 让自己亏掉几十万 让自己亏掉几百万 值得吗 值得吗 我的学历不是骗人 我就跟你讲我建宗毕业 我轻大毕业 在旧金三年财经硕士 本来我们的这个节目的Bar 上面还有我轻大的学历 我从总金面出发 我从基本面帮你做功课 我这两天大盘在 因为航运股在跌的时候 我还告诉你不要怕 出口连十六红你在怕什么 就基本面嘛 你看今天的电子股 不是一档比一档还标吗 有没有 来 刚刚讲这一档 你有本事找到 那就送给你 下一档大老运标股 我在那边等你了 你错过这一波的创围 错过这一波的新唐 强貌 台半 还没有漏网之余 这一档股票毛利接近七成 第二季 全年获利盈收即增23.8 年增46.4 全年获利接近四块 股价刚刚发动 一张的价差至少20以上 至少20以上 人生不要再纠结在航运股了 刚刚我不是告诉你说 要怎么华力转身吗 来 我这边跟你讲一下 这张投影片你看一下 我一直跟你讲 广基良高足强救股民 我们操作股票 一定要有什么 基本面 广基良 一定要考虑到风险 你要足高强 敌人才不会攻进来 你在航运股这么高 成交量这么高 我就告诉你说 200块的股票 几十万张的成交量 你要跑到时候跑不掉 会人踩人你知道吗 你不相信 投资你就是要 基本面要看 风险也要顾 你才救得了自己 好吗 好吗 来 我现在来跟你看一下 我这边有一套内功心法 你是要沙沙等解套 还是利用维基换股操作 我跟你讲 台股的历史上 有八成投资人操作 都是怎么样 上去都小赚 跌下来都大亏 小赚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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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我把几个历史事件 都列出来给你看了 现在的航运股 三年前的国具 你是不是站在高纲上 对着股票谈恋爱 站在高纲上对着股票唱情歌 来 股民们的情人代表 我列给你看 三十年前的连电 一百六十五 到现在六十都还上不去 看到没 二十多年了 有没有解套 没有 来 乘几何时宏达电 两次股价到千元以上 现在的宏达电在多少 你去看就知道了 几十块钱 有没有 再来 这档威胜 曾经怎么样 小赚米对大鲸鱼 股价曾经在六百 五六百之上 二三十年过去了 来 现在呢 还在底部 有没有 这档基亚呢 曾经被炒到 生技类股炒到四百五十块 现在呢 有没有一百块 没有 几年过去了 结套没 没有 来 二十多年前的光碟片龙头 曾经到三百多块来得 现在呢 鸡蛋水饺股 有没有看到 你们都不相信 我就告诉你说 这一波航运股的阳明跟长龙 在去年都是六七块 十块涨上来的 你不相信他有一天会打回原点吗 这档国具 请你看清楚 三年前一千三到现在 顶多就是六百就上不去了 有没有看到 解套没 你就是这三年给他配了股息 你还是没解套 你还是亏一半 如果你被套到一千三的话 OK 来 你要怎么做 股灾发生的时候 股价都被低估 出 除了危机入市也是什么 换股的最佳时机 怎么换 你要折强 太弱留强或折强 怎么折强 强势股大涨小回 业绩成长题材 主流列股 筹码稳定的 怎么太弱 弱势股股价不断破底 筹码凌乱有没有听到 筹码凌乱就是上去一堆人等着卖 这叫筹码凌乱 散户持股多 有没有 航运股是不是现在有这个特色 筹码凌乱 散户持股多 产业前景 大概只有今年最赚 明年不会像今年这么赚了 业绩我告诉你 之后肯定会衰退 这一波货柜持颈的风波过之后 它业绩肯定会衰退 好吗 来 如果你在国具后来跌到这边 我现在用2019年跟你做例子 国具在2019年的时候跌到300 同样的 在2019年的四星KY只有64 后来四星KY是不是飙到100 如果你的国具懂得去换四星KY 你解套没 你早就解套了 有没有 加登2019年的时候 只有30块 国具是300块 你的一张国具可以换10张加登 加登这一波最高来到三四百 三四百 十张是多少 十张是多少 三四百万 一张国具就算你套130万 你换十张加登也是让你解套 看到没 所以告诉你华力的转生造就资产价值创高的机会 有没有 我这边给你举例了 假设你的国具套在1000 一张国具100万 就在我刚讲那几个时间点 你都把它换了 国具一张嘛 你可以换1.7张的浴金光 你可以换4.4张的四星KY 你可以换8.9张的加登 不要说到什么时候 到去年6月就好了 到去年6月 你的国具49万8 你的浴金光 会让你变成62万 你的四星KY 300 你的股价 这支股价 你的国具到了去年6月 还是只有49万8 浴金光已经让你的资产变成100万了 109万了 解套没 解套了 你的四星KY 股价366就160万 更不用讲现在股价多少 600多块 还double对不对 来加登也是200多万 解套没 报国具还没解套 换呢换股呢 解套了 看到没有 换股你就解套了 就是我这个讲的 好 最后 人买人脉 大丈夫 我常常讲人买人脉大丈夫 你要改变你的操作观念 我有一套心法叫做 内功交易心法 长期累积财富 稳中求胜的策略 就是让你一记20% 在5年你可以翻38倍 你相不相信 只要稳稳的做 富贵稳中求 你想要富贵稳中求的人 你这一波赶快来跟着我操作 好吗 我在这边 诚挚的邀请你 不要再纠结幻想股票套牢了 你就来跟着我操作 跟我们做什么 大劳音 跟我坚定彼此相依 一起看天明等风起 我们的节目今天做到这边 让我古海大丈夫陈建成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